1個毛,2個毛,3個毛,大家好,我是三毛 訂閱三毛,讓你遊戲玩的更好 萬龍覺醒在台灣上市已經有好一段時間了 不知道大家在遊玩途中或者玩到現在有遇到怎樣的困難跟問題呢? 是不是跟我一樣,對於英雄跟寶物要怎麼搭配還無散散呢? 最近三毛有整理了英雄跟寶物搭配的攻略懶人包表格給大家參考 目前只有整理傳說級的寶物裝備,因為資料檔案比較大一點 有需要的觀眾玩家,大家可以掃這個QR Code去下載觀看表格圖片 之後因為會有傳說級裝備的二選一UP活動光明金柱 只要連續兩次抽頭沒有抽到想要的裝備,下次就會必中寶底 當然如果提早抽到就會重置寶底次數,我覺得這個UP活動大家要稀之 接下來我來跟大家稍微講解這個懶人包表格圖片 等挑寶物,挑寶物其實主要分成兩個點類別去下去挑 第一點,部隊單位加成 每一件寶物對應的部隊單位都不同 簡單的說以格雷馬戰錘舉例 他是強化步兵單位防禦力的寶物 因為寶物不會限制只有哪一隻英雄可以穿 今天如果你給騎兵單位裝備了格雷馬戰錘 就不會有防禦力上升的效果 因此建議玩家在挑選寶物裝備時 要看清楚寶物上面的屬性是哪一個部隊哪個單位穿的 不要出現步兵單位寶物給騎兵射手等不同單位的情況出現 第二點,寶物技能效果 每件寶物的技能效果都不同,大致上可以分成兩類 傷害輸出跟輔助生存 傷害輸出顧名思義就是純粹攻擊的寶物 比方說不死鳥之眼就是傷害輸出類型的寶物 技能是直接給範圍AOE的傷害,同時可以降傷 非常適合給輸出型的法師英雄部隊單位攜帶 那輔助生存的寶物就會比較複雜一點 以加格恩塔斯之喜舉例來說 他就是純輔助的寶物,有降防的功能 但就沒有其他的效果了啦 輔助生存的寶物我覺得比較好的是這個 塔魔師之心可以強化周圍部隊的傷害 強化射手的傷害上限 輸出就是最好的防禦 當然其他輔助寶物的效果還有很多 挑選起來更為複雜 會建議更加需要評估哪一個寶物適合哪一個英雄 表格中我把寶物的技能放大展示給大家清楚觀看了解內容 以不辭鳥之眼舉例,左上角我會擺入他的部隊加成 就是給法師的 他的技能延爆速的技能效果就放大 可以打到4-5個部隊的範圍魔法傷害 傷害係數隨著等級提高最高可以到410分的痛 推薦穿戴的英雄我就會顯示在左下角 我大致上都會推薦到2個 我會推薦莉莉亞跟拉法琳都很適合用 不死鳥之眼這個寶物 剛剛前面其實也有提到 葛雷馬戰錘是給步兵單位增加防禦力的 技能效果可以清楚看到也跟炎爆速一樣 是AOE的範圍傷害但是他是物理傷害 而且多了眩暈效果 這個在打PVE野怪的時候十分的有用 非常適合打野的步兵單位 我這邊會推薦這兩隻英雄攜帶 瑪德琳跟妮可PVE暈怪控場 打野範圍清怪場合都不錯 我個人還蠻喜歡這把索蘭德之劍 根本是會騎兵部隊量身打造 加騎兵攻擊力就算了 還有部隊行軍速度特化 快馬 夾邊 技能上除了是扇形AOE範圍之外 主要就是這個行軍速度再提升20% 這個使用起來在大地圖趕路的時候十分的有感覺 特別推薦艾莫瑞斯這隻角色 特別適合裝這把武器 可以說是如魚得水 這邊簡單測試索蘭德之劍的效果 剛剛說部隊移動速度增加 一個有裝寶物的騎兵跟裝索蘭德之間的 埃莫瑞斯比賽競速 可以看得出來兩者的距離有逐漸拉大 這個就是給英雄裝隊寶物 傳送類型的寶物我覺得目前 覺得這個海羅伊的狼女沒有很好用 寶物一開始等級1給的距離太短 沒辦法有效穿越障礙物 要到一定的角度才能穿越 其實這要大大限制他的使用方式 把他升級到5等之後 他穿越的距離才大幅提升 可以達到穿牆了 雖然他可以手動決定要什麼時候飛回去原點 但是沒辦法取消飛回去 最後要講的就是這個地盾術了 可以說是採集必備的東西了 雖然他傳送前來要吟唱 但是體感大概只需要10秒左右的時間就可以了 他會傳送到附近最高級的採集點了 光是最高級這個就很有感 以上完畢就點部隊的頭像就好 實測傳送到11公里遠非常損失 本部影片差不多到這邊 如果喜歡三寶的影片 記得幫我數字三連起來按讚訂閱分享 喜歡看我繼續分享其他影片 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是三寶,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掰掰 掰掰